鐵前輩, 鐵姑娘只是一時衝動 你不用這麼做 大丈夫依言九鼎 鐵飛龍說一句, 孫一句 爹 你聽著, 以後不准用鐵家的名義 在外面招搖 知道嗎 替你保重 鐵前輩 想不到鐵飛龍真是一個英雄 一行, 你好好照顧他 走 鐵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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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放過我? 我這麼沒人情味嗎? 那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想你跟我回鐵家莊 回去?為甚麼? 回去就回去, 問那麼多幹甚麼 我怎麼聽你說 你爹只不過一時衝動 你回去吧 我說不回來就不回來 我們聖鐵的人所說的話一定算數 難道你不念就是父女之情嗎? 我找回劍譜之日 就是我們父女相認之事 你少擔心 我也不追究你偷下我劍招了 你還不回去? 不回去, 你不追究是你的事 我們聖鐵的人是不需要人家可憐的 你別這麼放肆了 我勸你你也不聽 我是這樣的, 有本事你就抓我回去吧 鐵山門, 你不怕我嗎? 你不夠我打的 那又怎麼樣? 大不了被打死了 我決定不回來, 你住手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女 你不動手了嗎? 鐵前輩, 憂能傷心, 酒能傷身 何必這麼折磨自己呢? 鐵前輩, 別再喝了, 先放下酒情 別管我 鐵前輩, 你醉了, 我扶你進房間 你叫你別管我嗎? 你自己走 珊瑚, 珊瑚, 珊瑚 憲姐姐 我勸過她了, 可是她也不肯聽 我一定要誇張 你結束時就不肯聽 你這麼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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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受到她 你這麼貼看 你réal決定是這樣的 我打得到她 你幹甚麼嘆氣 沒有, 我想在鐵前輩的事 有點神傷 為甚麼神傷 前輩幹了自己的女兒 傷心欲絕, 還借酒消愁 既然如此, 又何必當初呢 鐵飛龍覺得鐵珊瑚做錯了 要受到懲罰的 所以就趕他走 如果他覺得要喝酒 才能解除心中的痛苦 就讓他大醉了 如果他不說有自己的女兒 那就不用這麼痛苦 鐵飛龍的人 說一就一, 說二就二 敢作敢為, 多瀟灑, 多豪邁 這樣才是性情中人 總比有些人 每樣事都放在心裡 想愛也不敢愛, 想恨也不敢恨 屈屈於心, 事情就會解決了嗎 恩漢花開, 雲相似 各人處境盡不同 很多事不能一概而論的 你不明白的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的 早就回明月寨了 還會在這裡跟你聊天嗎 我知道蓮姐姐 想用前輩的事來警醒我 我知道人一定會變 經過蓮姐姐番說話之後 我也覺得鐵前輩的性格 真的很豪邁 起碼比起我... 凡事不能一步登天的 我相信有一天 你一定會比鐵飛龍更豪邁 蓮姐姐, 我會試一下 對了, 你打算甚麼時候走 我等前輩的心情好一點 安定一點才算 姐姐, 那你呢 我自有打算 你呢, 要不要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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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 金兄, 你搶了玉蘿沙門的劍鋪 他就像吊起鬼一樣纏著你 我用不怕他?你把他顧好自己 那倒是呀 如果我讓他見到, 我一定會死 來 李洛沙門 老闆, 麻煩你幫我打兩斤呂二雄 錫子輝, 你身為朝廷錦衣衛 膽子似乎小一點 我可能喝一酒都喝得連眼都花了 看來此地不宜久留 我們喝完這杯就走了 來, 我們就喝一杯 天生劍浦 這次還不輪到石蠔清霸武林 是嗎? 石蠔, 你知道甚麼是螳螂報仇, 黃雀在後 原來你這個臭丫頭, 快放下你 要不然別怪我, 你不客氣 石大人, 你現在已經在玉在砧板上 居然這麼大聲跟我說話 我就佩服你的勇氣了 鐵珊瑚, 你看了我在這兒, 那怎麼辦 如果你不放了我, 就撕破劍 石蠔, 你千萬不要 好啊 那你放我下來 你們不要輸出來給我 不行, 我信你不覺 我說信你不覺了 好啊, 不對我們就這樣鬥下去 看看誰很耐性 臭丫頭, 算我今天倒楣 不過你要先發個誓 說明要放了我, 我才把劍給你 好啊, 如果我鐵珊瑚拿了劍之後 不放你石蠔, 就保佑我 保佑我, 不得好死, 那就行了嗎 那好吧 素女驚 石蠔, 你竟然騙我 臭丫頭, 以後別這麼容易信人 豈有此理 駡丫頭 死 駛 駿 駅 駅 駛 駅 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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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想進去? 得到完了, 你想怎麼樣? 把劍武交給我 不行, 劍武我也有份搶, 上毒吞 你敢不給我? 金導賢, 你是不是想造反 你敢不替我指揮? 莫討你現在武功不及得我 讓我學成天山劍水 我還想為朝廷華力? 金導賢, 原來你早有陰謀 難道你不怕敢以為他追殺嗎? 敢以為除了我慕容聰, 我哪個都不用怕 石浩, 遠水不能夠近火, 你認不認 石浩, 這已經有何時候 金導賢, 就變得更紅 金導賢… can you tell me? 石浩, 預承我 搭到不熟的, 對不起 搞吧 小不精神 即興 你返回到小火裡 你來看姿子 你朋友oh 我... 石熊, 你猜你走回頭就可以走了嗎 我也知道走回頭找你的 鐵山, 如果你想給我拿一本劍譜的話 那就大可不必了 為甚麼 因為劍譜已經不在我身上 我不相信 信不信就由得來 劍譜已經被金毒魚搶走了 我現在正打算回經覆命, 你請便 慢著, 你這麼困惑, 我相信你不覺 除非你讓我手起來 臭丫頭, 你不要仔細令人 我說沒有就沒有 你怎麼說我都不會相信你的 好, 你要守的就隨便守吧 石熊, 事得多不靈 就算你走到哪裡, 我都會追到你的 前輩還沒醒 當然了, 他喝了這麼多酒, 要很久才醒 他醒了 鐵前輩 鐵飛龍, 你喝了這麼多酒都這麼快醒 內功很厲害 鐵前輩, 你沒事吧 沒事 不如我們幫你找你的女兒回來 不用, 幫我 這麼好心 我鐵飛龍不用人同情的 前輩, 我們只不過... 我跟你說, 我的家事我自己理 走...出去... 好, 出去就出去 這麼好心 鐵姐姐, 我們真的這樣就走了 你說 我不知道, 如果你說走的話就走吧 如果你自己喜歡走, 那就走吧 看著我鐵飛龍 我一定幫你找回個劍舖 找回我的身 我叫你們走, 為甚麼你們還在這裡 鐵前輩, 你叫我們出房子 又沒有叫我們出廳 現在我們已經照祝你們吩咐做了 好... 我現在叫你們離開鐵家床 現在走吧 鐵前輩, 我和鐵姐姐想幫你 何必這麼生氣 那好心 你怕我找不到劍舖給你在這裡堵住我 還有你開口幫我, 賣口幫我 被人家聽到以為我鐵飛龍是個廢物 那就是了, 所謂孤掌難名, 獨掌難撐 看來你也要我們幫幫忙 不用 我鐵飛龍縱橫江湖的時候 你們還沒出世 好, 你們不想走 現在我就不讓你們走 在這裡等我, 我就把劍舖交給你 好, 那就把前輩來馬道攻城 好,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真想不到前半年紀這麼大, 火氣還這麼猛 姐姐, 我們在這裡等她 我自有主張 不如你先上京, 免得擔誤時間 也不差這兩天了, 我待會兒看看 你怕我會跟她大打出手嗎 輸生就是輸生, 顧慮多多 一點都不好戲 好, 你看我玉羅薩 怎麼對付這個老頑固 一寨之主就是一寨之主 說話都豪氣逼人的 小生不才, 美姐姐見 老兄 老兄 老大, 老大 搞了一天飯也沒了 又餓又累 這個土布就叫救命 是, 叫了叫了 這麼香 今天三胡回來煮飯給我吃 三胡, 三胡 三胡, 三胡... 這隻雞, 我最喜歡吃了 三胡真是有我心 鐵飛龍, 你弄錯了兩樣東西 我弄錯甚麼? 第一, 這隻雞不是你的女兒做的 她根本沒有回來 那...難道這隻雞是從外面飛進來的? 我弄了一整晚的 手勢不錯, 試試, 來 李靖, 餓死我, 我也不吃 還有一件事你弄錯了 這隻雞不僅叫做白切雞 還有一個名堂的, 叫做救命雞 因為吃了肚子 肚子就不用整晚叫救命 快點 buscar 就出lier了 你明知我不吃一粥江嘃吃 弄了我 我不用不力 讓我按那些喜功來撐走我的肚子 好 不怕, 等我真氣充滿的時候 我就不怕肚餓了 蓮姐姐, 真想不到你煮這麼好的菜 我想雲貝大的大師父也不及你一成 不用在這兒賣口乖了 以前我經常煮給師父吃 可是也不見他這麼說的 或者你師父像鐵前輩那樣 雖然心裡很想說 但是始終不肯說出口 真的不像他, 哪有人這麼頑固 寧願捱肚餓也不吃我煮的東西 不知道這樣會不會餓鐵前輩呢 以他的性格, 不熬得很久 不熬得很久 為甚麼這次運氣功也不行呢 糟了, 你真是忍不住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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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吃就不吃 自己吃吧 不行 水也沒有, 火也沒有 燙也沒有 吃了這麼多的 給他吧 你坐 你放不下 娟姐姐, 原來你這麼關心鐵前輩 我之前的顧慮真是多此一舉 那就不是了 說不定你一走 我馬上就沒那麼好心了 我不相信 你不想在鐵前輩面前認低威而已 你們兩個真是臭味傷頭, 認真合拍 我現在就放心了 你才臭味傷頭 一說操操, 操操就到了 鐵前輩,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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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睡得好嗎 好... 我睡得不太好了 為甚麼 我昨晚整晚都被大老鼠吵得不睡得 他一會兒就去廚房 一會兒就偷下食物 搞到三更半夜 我想一定要找個大肥貓 才捉到這隻大老鼠了 鐵前輩, 這麼早起床找見譜 不如跟蓮姐姐一起去吧 有個接應也好 不要... 我鐵飛龍在我們督內獨王 要他照應我, 被人笑話 要我照應他, 我又沒空 就這樣吧 鐵姐姐, 我已經動身起程上京了 你多多保重 一航, 我真的想跟你一起去 可惜我去找劍舖 祝你早一天洗脫罪名 我也祝你早日能夠尋回劍舖 我更希望我們可以早一天相見 老天爺明明中一定有安排的 你記不記得 我們在亞遙堡也不敢見面子 我走了 快點兒 少爺, 看帳 姑娘, 那邊那位大爺已經幫你看了帳 我自己不會給嗎 那兒 哈 我去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娘又來 你想難途折劫嗎? 不是, 姑娘, 剛才在茶樓是我跟你付錢的 你連多謝都沒有說聲, 似乎於禮不合 剛才在茶樓是我自己付錢的 你不要招搖撞騙, 要命就快走開 姑娘, 如果我自己的命不要, 你就要了 你豈有此理 房間 屈嬌 好, 去吧 姑娘, 你怎麼這麼聰明 甚麼是你, 要甚麼你救我 你幫我一叫就騎手腳 現在怎麼這麼巧 這叫做有緣千里能商會 你又想了, 我殺死你 看看你怎麼有緣 姑娘, 請你多說謝謝或謝謝 我就立刻放手, 好嗎 好 謝謝, 你快去死 卓大哥 賢師弟, 鐵姑娘 怎麼你們會帶他出手呢 卓大哥, 他欺負我 你幫我殺了他 師兄, 他不會 鐵姑娘, 你為我師弟耿少男 師弟, 這位鐵飛龍前輩的千金, 鐵山輝 究竟你們有甚麼誤會呢 甚麼誤會 鐵姑娘, 到底你有甚麼證據 證明我耿少男所做的行為 卓師兄, 剛才我只不過仰慕鐵姑娘的風範 想和你結交做朋友 怕她不喜歡就算了 這裡我也是不宜久留的 師弟, 何必呢 大家都是朋友了 所謂不打不相識嘛 不必了, 等一會兒 我在雲萊高等你了 請 武林敗類 鐵姑娘, 你打算去哪兒 去找一本劍舖 對了, 我走了之後, 爹怎麼樣 鐵前輩也在找一本劍舖 沒有, 不過她有練姐 她有練姑娘傷才應該沒事的, 你放心 我找回劍舖給玉樂殺之後 一定會回來見爹的 那我希望你如願意償 謝謝你, 卓大哥 我鐵山戶絕對不會丟我們鐵家的面 後會有期 請 請 師弟, 你的臉怎麼會這樣 你就是玉樂殺, 這個仇我一定要報 師兄, 到時候你一定要幫我 卓師兄, 我曾經去過你家 你的事情我也略之一意 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我打算上京向太子品名 以還卓家清白 對了, 聽說太子很想認識你 想認識還想認識 實在我問心無愧, 我被人冤枉 既然太子這麼想認識你 只要他給你一官半職做 為國家效力, 那就真是不枉此生 我卓一行終於立定志向 繼承先祖為之, 為國家效力 師兄, 真的想不到你這麼有志氣 師弟, 你過獎了 對了, 如果一定要你當武當掌門人 不讓你當官, 你是幸運 師弟, 我沒有打算做武當掌門 就算要做, 有這麼多師叔和師兄弟 都給我適合的, 甚麼時候輪到我 那如果真的要你當武當掌門人 你做不做? 我想我還是不適合的 好, 如果你真的這麼決定 就快點把你的心意 跟師叔他們說清楚吧 師弟, 你說甚麼? 沒有, 對了 我有件壞消息要告訴你 你師父已經死了 你說師父他...他已經死了 是, 本來我也不想告訴你 我想等師父和師叔他們告訴你 因為紫陽道長, 他臨終之前 他說要你當掌門人 師父, 師父 師父 卓師兄, 人死不能復生 你也無謂這麼傷心 現在我師父和陳師兄 有事去了鐵家莊 我們一起去匯入他 天前輩 買了甚麼回來? 讓我猜猜, 當然可以吃 做人要說禮貌 不要亂拿人家的東西來疼 那倒是呀 做我們的小輩怎麼會說禮貌 怎麼像鐵前輩你這麼好的東西 寧願熬肚餓也不吃我的東西 那你也不用這麼小器 我拿你一個饅頭而已 就瞪大雙眼挖著我 我真的覺得奇怪 那蔡一行怎麼會喜歡你 你有甚麼好 你說得對, 我這個人真的沒甚麼好處 可是像前輩你這麼坦誠 這麼有義氣, 這麼豪爽 我欲羅撒也學到一點點 好 我跟你說, 今天我要離開家 我去跟你找劍舖回來 你就儘管住在這裡 住得你不喜歡, 你儘管走 我不會理你 我走了 不過現在你想走, 也不能走 為甚麼 你就是白石道長嗎? 當年我跟武當五佬見過面 不過事家這麼久, 我都不記得很清楚了 請問你, 只讓道長好嗎? 師兄已經在上個月愉化當先了 鐵飛龍, 我這次除了來報桑之外 還有件事要問問你的 好, 請教 貞賢道長是不是你殺的? 為甚麼你這麼問我 鐵飛龍, 真人面前不說假話 貞賢道長是被你的蝴蝶錶打死的 你認不認 他是九娘那個賤人 偷劍鋪又殺人 他也我不應該放過他 鐵飛龍, 貞賢究竟是不是你殺的 不是, 不過跟我有關 既然是跟你有關 你就快點認出來 不是 你做得出, 又不敢認, 算甚麼英雄 我? 白石道長,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有甚麼精通說 子陽道長死的時候, 你是不是在他身邊 當然是 那就是說, 子陽道長的死跟你有關 既然跟你有關 那你就是有謀殺師兄的嫌疑 可能子陽道長並不是乳化燈宣 而是被害身亡的真 豈有此理, 你竟然拿我師兄的死來開玩笑 那你就是不承認謀殺師兄了 你罪刁亂說 白石道人, 枉你自稱正道中人 做得出不怕認 你強辭奪你 你何況不是強辭奪你 豈有此理, 你... 你... 你想怎麼樣? 我要搞你 阿姨 白石道人 你用這種重的手法對一個女樓之輩 傳出去, 你不怕江湖上人恥笑你 好啊, 你這樣衝不出手 老夫陪你開玩笑 好啊, 白石道長, 我可以告訴你 貞賢道長的致命傷是中了欽風毒沙獎 你可以查清楚的, 不要在這裡冤枉好人 怎麼樣?還想打嗎?你不是他的對手 好, 鐵飛龍, 青山不改, 綠水長流 我白石不會罷休的 隨私口交 師父, 師父... 師父, 為甚麼要穿得這麼辛苦? 師叔, 你沒事吧? 一航、少嵐, 找到你們就好了 師叔, 究竟發生甚麼事? 是呀, 有甚麼事? 一天都是怪我多事 有一天我無意中在路上 發現了貞賢道長的屍體 我認得他是被鐵飛龍的蝴蝶錶打死的 所以我就去鐵家莊找鐵飛龍 替你道長雪淵 誰知道見到他們兩父女 還被他們打傷 這次真是不吃羊肉一身鬚 師父, 鐵飛龍的女兒? 他究竟有多少個女兒? 有多少個?就是一個 一個?沒理由的 剛才我在路上 才跟鐵飛龍的女兒交過手 師兄說那個是鐵飛龍的女兒 是呀 鐵家莊那個是誰呢? 那個... 師父, 那個女人是瓜子後面 蝶條身形, 長得多漂亮 是呀, 你怎麼知道? 我沒猜錯了 他就是傷我臉 殺死何師弟的女魔頭 他是我們武當的公敵 你是說玉羅殺, 練危賞? 沒錯 卓師兄, 你剛才說你去鐵家莊 你怎麼回來了?你有沒有見過他? 我沒見過 沒有?一航, 你真的沒見過 鐵飛龍的女兒鐵珊瑚 我一定認得的 師父, 我們馬上去鐵家莊 師父, 不要等了 如果現在不去, 被他們走掉了 師父, 我認為現在最重要的 都是回武當 扮你師父的身後事先 更何況人有相似, 物有相同 我們都不知道鐵家莊那個女兒 是不是玉羅殺 如果默默然闖進去的話 才發現不是 到時候我們堂堂武當大派 就會惹得江湖一笑 師父, 你認為怎麼樣? 都是一行講得有道理 師父, 我們這次下山 主要是找你 其他的事我們不要管了 師父, 我認為... 別說那麼多, 我們先回武當 師父, 師父 一行 為甚麼這麼晚還不睡 我睡不著 剛才我在路上見你悶悶不樂的 是不是有甚麼心事 還是不舒服 不是 我只是想起師父臨忠的時候 我看不到他的最後一面 所以... 都記成事實了 你別想太多了 所謂憂難傷人 你不要這麼戒懷, 知道嗎 你早點睡吧, 明天還要趕路 早點睡吧 早點睡吧 每次耳朵真的活 accidentally Phase 等了 早點睡吧 早點 abone 再 untuk 渡 incident 早點 早點 吃 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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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 你幹甚麼鬼鬼祟祟的呢 師父, 我有件事想跟你說 但是不能讓卓師兄聽到 有甚麼不能讓你師兄知道 因為這件事是跟卓師兄有關的 你說下去 師父, 我懷疑卓師兄是認識玉羅薩的 你怎麼會這麼說 師父, 當我們提起玉羅薩的時候 卓師兄的神情已經完全不同了 這樣也不能代表他們認識 師父, 卓師兄極力反對我們再去鐵家莊 而且他還說在鐵家莊那裡 還沒認識過玉羅薩 那就是說, 此地無銀三百兩 無師顯見師而已 這樣也不能太武斷了 師父, 以我的判斷 卓師兄跟玉羅薩有不尋常的關係 是呀 少男, 你太誒毀你的師兄了 其實一旁, 自小我就看得他大 他的性格我就最清楚了 他不會說謊的 師父, 那... 你別想太多了, 你早點睡吧 是呀 是呀 這要是白癡雞 蓮姐姐, 鐵前輩 一航, 你這麼快回來? 是呀 你真是想著我 我有事找你 你們有事出去, 不能在這裡聊 出去... 來, 我們出去 你到底有甚麼事跟我說? 蓮姐姐, 我師叔他們知道你在這裡 你快點走吧 為甚麼我要走? 他們找你算帳 你還是暫時離開一下, 先離開這兒 算帳? 就是上次我殺了你一個武當派弟子 和程介耿少南那件事 一航, 你想不想知道這個原因? 蓮姐姐, 我明白你的 不過暫時先別說這麼多話 你還是先走吧 說來說去, 都是為了你武當派 我又不怕, 我在這裡等他們 不是啦, 蓮姐姐 我知道你是不怕 不過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你還是先走吧 我就是不走 蓮姐姐, 你聽我說, 你先走吧 蓮姐姐, 你去哪兒來? 師叔, 我... 你不用騙師叔了 你是不是去過鐵家莊? 是 好, 你馬上陪我去鐵家莊 好, 八舍, 這天臭打得不夠 晚上再來 鐵飛郎 我和這筆帳慢慢宣傳 今天我是來找玉蘿莎的 誰要找我 我?玉蘿莎, 你真的在這裡 玉蘿莎, 今天我要你血債血償 有情黑骨裏而命 雅欠愛欺負難定 月額居宗照雷映 隨願君空將愛重定 陳族未想去從命 世間正翻私誰地 十萬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